苗栗金船有挖土機施工翻覆 跌落邊坡的意外 一名張信工人 他被壓在車底跟木頭之間 消防人員就趕到現場搶坐 腳來吊車花了細個小時 終於是把生患做出來 鬆移久之一 小型挖土機履帶朝上 翻覆在產業道路旁 深約三層樓高的偏坡 張信工人大腿被壓在車底跟木頭之間 消防隊攀降到旁邊開始救援 要帶你身上重量有變重的話 你要講喔 把握救人黃金時間 僅消找來吊車資源 從上方透過吊車鋼索固定挖土機 再從下方挖掘土方 巨端木頭騰出空間 終於把傷患救出 來 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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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來 拉住 拉住 長背板 意外發生在苗栗南莊東江橋附近 挖土機行經產業道路時 疑似不慎為注意土石鬆軟翻落邊坡 導致張信工人受困其中 張信工人送醫治療後 僅有右小腿疑似骨折沒有生命危險 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心 記者彭光許苗栗報導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